剑力全开三星亚瑟 上剑了 你有看到 S8.5赛季亚瑟顶替了色体的位置 成为了机甲里新的斯菲卡 相比于色体那强度可高太多了 技能是机神裁决 可以对两个内的敌人造成伤害以及眩晕效果 而他的专精装剑力全开的效果 降低技能蓝耗 并且造成他80%攻击力的额外伤害 但不再造成眩晕效果 再给上亚瑟无尽气血混沌转 再搭配上五战斗机甲七混沌战士 最后再追到三星 银河魔装机神大概轮从平行宇宙归来 以圣经的名义冲锋 排局第一个凯克斯 复苏之锋 回来棋子都是一对一对的 我们留下远游支枪卢西安和秩序统降潘森就可以了 二个二远游支枪卢西安二星了 再拿上轮子妈组成三位来战士 我们直接把蓝buff给上 再复制远游支枪卢西安 这个质量轻松连上了大选 作为最后一个出的选手 我们没有资格去挑装备 大选回来秩序统降 宽森二星了 拉到五人口 再上个二吉祥物 吉祥物现在没有疤了 而且鸡哥和平民英雄都闪了 熬野波比成为了新的吉祥物 我的鸡哥呀 你干嘛 四连上 反向塌房来到野怪 施亚冲给了东皇和亚瑟 这么给牌不太好吧 来到第二个凯克斯 我们再拿下文章之书 反手开出混沌转 那还有什么好说的 整活 建立全开 提供一个圣旗之力盖伦 降低技能蓝耗 并且造成他80%攻击力的额外伤害 但不再造成眩晕效果 拿到这个专精装 你将体验到银河魔装机神的亚瑟 和神王亚瑟合体的感觉 你还别不信 拿完专精装回来亚瑟就二星了 现在的亚瑟已经有小神王那味了 别升到大选 大选拿个斗篷 回来装备就齐全了 给你们看看我的大宝剑 5-3 拉到9站口 换上5混沌战术 5-5战斗机甲 先看看现在大宝剑的伤害 你胜尽了灵异 冲锋 王者背负 王者审判 王者不可阻挡 这不就破产版神王亚瑟吗 原来真正的平行宇宙 在这儿啊 万万没想到我 几位致 万叶临近 万叶专心 一切专门 以圣津的名义 冲锋 以圣尽的名义 冲锋 一个大招满平四千的伤害 真不知道谁才是三星五废啊 吃